哈囉~~你好 我是萊斯,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是一部合作影片 今天跟各位介紹一款Steam上面剛發售的遊戲 《災惡逆刃》 這是由Flying Orca Games和E-Studio共同開發 於10月21號由Deer Villagers 和Eureka Studio共同發行 這是一款像素風格的Rogelike動作遊戲 目前評價是約1100篇的92%極度好評 遊戲售價是288 85折之後只要244塊 其實這一款早在2月6號的時候 就已經發行了EA版本 我是在2月8號的時候看了看 我覺得評價還不錯就買了 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覺得還蠻爽的 畢竟Steam獨立遊戲的案量算是很少 加上又是我喜歡玩的風格 就一口答應了 現在回頭來看才發現有這麼高的評價 遊戲說明中有提到 《災惡逆刃》設定在一個末日的世界中 有一種神秘的力量 已經幾乎將全人類都毀滅殆盡 那我們操控的主角凱拉 是一個不足中的武士 必須要衝破一格格的關卡 一路披荊斬棘穿越上古機器的層層守衛 揭開凱拉過去的封印 讓人類獲得救贖 那另外這邊要特別講一下 官方的Key Futures裡面有提到一點 享受《淚銀河戰士惡魔城》遊戲的狂野 暢玩快節奏的輕型地牢砍殺遊戲 那其實《災惡逆刃》 並不是《淚銀河戰士惡魔城》 Steam上的《災惡逆刃》也沒有這個標籤 這邊應該是物質 不喜歡玩《淚銀河戰士惡魔城》 就不用擔心 那究竟《災惡逆刃》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呢? 如果要我說的話 我覺得偏向帶有 ROG要素 近戰砍殺為主的平台跳躍 彈幕遊戲 要素很多 因為每一個大關玩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那這款是我少數在實況中 沒什麼辦法聊天的遊戲 它玩起來會需要比較高集中力 要比較專心 那先講一下角色的一些基礎技能 我自己是手把玩家就用手把來講 一開始的時候 角色的X是普通灰砍 A是跳躍 這兩個算是基本操作了 就不多做贅述 那另外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攻擊技能 一個是LB 這個有點類似原式的迅影席 就是直接衝一定距離 一個快速移動的技能 那一般在交戰的時候 其實比較少會用到普通移動 還是會 但是就是會比較少一點 主要的原因是 遊戲有支援部分的自動鎖定 在你做任何事情 沒有決定方向的時候 它會幫你決定方向 所以在大部分的狀況 瞬砍會讓你往想要的地方飛 那這個瞬砍是沒有無敵時間的 所以如果想要用瞬砍來閃避子彈 又不知道系統會往哪邊瞬的時候 可以自己決定方向 那另外一個是斬擊 這也是超級重要的技能 一般來說 我習慣講它是T級 主要原因是它的動作有點像 功能有點像是魔獸世界盜賊的T級 可以中斷施法 如果敵人頭上冒著驚嘆號 表示人家要射了 在惡逆刃的怪物大部分都很有禮貌 要射之前都會先跟你講 讓你有點心理準備 不會不分青紅皂白的 就射得你滿臉害你扣血 你只要在人家準備要射的時候 驚嘆號還在的時候 踢它一下 它就射不出來了 而且不只是射不出來 還會頭暈暈的任你處置 我在玩第一大關的時候 覺得遊戲實在很簡單 開場就隨便找隻怪 順上去砍 那如果身邊的怪要射了 就踢它斷掉就好 如果是遠處的怪要射了 就順過去之後再踢感覺就很簡單 但是隨著關卡的推進 每一關的怪物設定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在這種推房間的動作類型遊戲來說 災惡逆刃又多了一種排層打怪的感覺 有些怪物讓它活太久 場面上會變得比較亂 如果沒有趕快處理掉 整個場面會變得很失控 也不是說不能打 但是就是會需要更專心更多技巧 例如說斬擊 就我剛剛說的那個踢 除了可以中斷施法以外 還可以踢回所有子彈類型的敵方飛行物 就除了光速不能反擊以外 全部都可以反 而且有時候因為敵人的子彈數量很多 所以踢回去的傷害也很高 在打某些大頭目或是小頭目的時候 儘管驚嘆號已經出現了 有時候會故意讓它射出來 然後把子彈踢回去給它 像是第二大關的頭目 攻擊模式比較固定 但是破綻很少 還會常常噴一堆小子彈 當它射擊刀的時候 本來應該是順上去砍一刀之後 踢擊踢暈頭目 然後在它身上一陣摩擦 用無視刀一陣摩擦 可是更高傷害的打法 是等它真的射出來之後 兩下斬擊把子彈打回去 傷害會更高 那當然每個大小王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打法 我目前也差不多是玩10個小時左右 進入到第5關 有些小頭目因為是隨機的 測試的樣本數量也不足 有時候我也是硬幹的把人家打掉 實際上應該要怎麼樣無傷過關 也還不清楚 那另外遊戲裡面還有一個 我自己不太喜歡用的技能 就是開槍 按LT可以開槍 槍有不同種類可以選 甚至槍還可以靠模組來強化 當子彈消耗完畢之後 可以靠普攻或技能槓來補充彈藥 那由於災惡逆刃是一款 高爽度快節奏的動作遊戲 加上你的普攻、順砍那些有半自動鎖定 所以你的槍瞄準也是自動鎖定 這樣設定我覺得是蠻合理的 畢竟你要選目標來決定優先順序 要閃一些環境物件 子彈來了要躲、射了要踢 如果還要雙搖感射擊 會導致難度太高 不過因為一來場面上有時候會有一些障礙物 二來敵人和你都是在移動的 就會顯得槍的功能有點雞肋 沒有比普攻好用 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喜歡用 不過拿到一些高傷害的槍 像是榴彈砲之類的 打王還是蠻好用的 瞬間傷害蠻不錯 打小編的話我還是喜歡穩穩的砍順踢 不過要說遊戲的缺點的話 這有點見仁見智 我玩過有ROG要素的遊戲不算少 要說3、50款的話應該是跑不掉 各種類型的 災厄逆刃儘管是屬於輕度ROG 但是還在設計上 還是盡可能的壓制了角色的成長 這是我比較少碰到的 難度也相對較高 就一般ROG Lite類型的遊戲 通常你就算全破了 你每一場拿到的資源 還是有地方可以投資 可是不知道是災厄逆刃比較難還是怎麼樣 我現在可以點的天賦全都點完了 還沒有全破 等於就真的要很紮紮實實的練技術 那我覺得可攻升級強化的項目 可以稍微多一點 那另外看到Steam評論裡面有人表示 人物方向不受控制這一點 我自己是沒碰到 我在想有可能是不習慣辦自動鎖定的操控模式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就是如果場面上還有敵人的投射物 自己也不確定順出去會往哪個方向飛的話 盡可能不要順 用斬擊把子彈打回去會比較穩 那另外一個缺點 我覺得也是遊戲型態的關係 在惡逆刃雖然是ROG類型的遊戲 但是每一場 並不像是其他遊戲一樣有嶄新的體驗 主要的原因是敵人掉落的物品 模組和升級的道具 並不會像是其他類型遊戲一樣很多元 多半是強化近戰、遠程、擊運後傷害之類的 比較多元的是副武器、槍種的選擇 那剛好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少用槍 就沒有太強烈的感受 也就是說這款動作小品的體驗會比較一致 那其實這樣也是好啦 畢竟遊戲本身有其難度在 真的沒有很簡單 如果有太多隨機的要素 那要練技術就會練更久 玩起來會有點痛苦 那在經歷過半年的EA期 聽取了玩家的意見 新增了大量的物品、祝福、詛咒和槍械、頭目、隱藏要素 看Patch Note真的是洋洋沙沙一大串 針對UI和角色的狀態顯示也有了強化 那如果對這款有興趣的人 可以點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到Steam頁面參考一下 那最後提一下 如果覺得遊戲很難的人 可以不要跟著遊戲的步調 被遊戲牽著走 儘管是快節奏高爽度的遊戲 你也可以慢慢打、歸著打 等熟悉的怪物模式之後 再把自己的速度打出來 那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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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